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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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大家收看《C对话》 今集有施老板 跟着他提出一个新的嘉宾出现 是的 要不施老板你自己介绍一下 你认识了他很久的 我也有几十年的朋友 他曾经跟你有个比较 最初不算很熟悉的 但是都是在社会活动 比较积极的人士 他那时候为了和内地一些民运人士 取得一些联系和交流 回到大陆的时候被政府揍了 他是少数被捕后 都不流行出卖原则千费过 输一个 所以最后被判刑 一判刑了十年 真的被判刑了十年 我记得初期 他应该都被界定为托派分子 是 没错 托派分子 香港当时的一般社会活动人士 包括司徒那些 都划清界线的 即是不敢接触他们的 我记得那时候 在明报登那些 要求释放他那些信 由于要登真名 整阶段都缩沙不够弹灯 所以他是属于对世界有关怀 有理想 有理想 有原则的人 放了出来之后 他这段时间 也有关注很多 关于疫情的发展 他就不光是在互联黄提 他看很多医学杂志 专业期刊 所以都可以让他讲一下 现在对疫情的观察 最近你看了这么多资料 对现在世界的疫情发展 你觉得有什么地方 值得我们的受众留意一下 刘先生现在是《社民联》的 刘先生是《社民联》的成员 是《社民联》的成员 民主党的政策研究 我是胡志偉的政策研究 胡志偉 OK 民主党党主席 OK 你说一下 我多谢刘先生 邀请我来说一说 我觉得现在 很多 特别在中文的传媒 或者在网络那些 脸书那些 主要是从政治那里 讲中美的那些问题 我觉得现在主要的问题 政治还是言之过早的 因为疫情发展还未知道 这样的发展 对未来的政治影响会相当大 但是我觉得 有几个问题要回答 第一就是 所谓会不会出现第二波 就是说中国传给美国 美国传给 接着又传给 比如说可能印度 印度又传给中国 这些会不会有呢 这样第一个要回答 我基本觉得 就不会有这个第二波 比如说中国那些 主要的原因就是 我们都过了三个月左右 那个疫情的期 已经过了 第二就是那些 这次疫情 所谓药物的治疗 如果只能看医学报告 都没有一个统计上的可信 有治疗成效的方法 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接着我相信 我相信 都会很长期 事实上没有什么 没有药可医的 这个未必是一个问题 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 都说要用药来医 但是 1918年的流感到现在 实际上没有什么药可医的 实际上不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就是疫苗 疫苗的研发通常来说 都不是那么短 不是那么短可以做到 譬如SARS到现在17年 都没有一种药苗 现在说美国大概估计18个月 有找到一个疫苗 我觉得都很乐观 但是18个月之后 我想疫情都已经过了 还是18个月来 第一个问题要回答 第二个问题就是 现在传了给 现在中国那个过了 我觉得基本上过了 第二就到西方那里 美国和欧洲那里 我觉得 他们基本上都是武汉模式的 我想大概是三个月左右 然后第三个问题 接着他们要过 这个发展还是什么 我相信是相重要 接着就会不会传给 这个穷的地方 我相信会 这样我相信 到时一二三 这样全世界 全世界过了三个 这样我觉得 疫情就差不多了 我看你刚才提的问题 譬如第一个问题 有没有第二波 我就认为 不能够完全排除 什么时候可以排除第二波 就是真的好像英国式 说集体免疫 你这个国家 真的很多人都感染过 有了抗体 那它就再没有办法传过来 因为对付病毒 就有两种知识 一种我认为 叫做肉体知识 是体内知识 一种就是 没有学习的知识 一般以前对付流行病 都是DNA 适应去学习 透过接触病毒 学习了之后 如果那个国家全现过了 那它就有了抗体 那以后都打不到日来 现在不是 现在我们的方法是 防止它被感染 就是大部分国民在保护下 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的 如果没有接触过这个病毒 万一它来 你又会再感染的 你可能又要三个月封城 所以我认为 你说中国一定会被感染 未必 因为它已经有了经验 再来它都是付出三个月代价 这个可以说 它已经掌握了 透过减少社会接触 来解决这个问题 短期内不会日来 但是要排除有没有第二波 我认为未有能力 是排除不了的 但是有一件事要想一想 就是所谓集体免疫六成 会死多少人呢 讲法一会死多少人呢 香港来说人口是否一千万左右 七百五十万 七百五十万 这样成四成 这样没有免疫的 这样的时候 这些人口 比如说感染了大概八成是轻症的 那有两成可能有急救援室 不止急救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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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专门的呼吸器 那是多少人呢 你计一计 香港的医疗系统承担不到 不可想象 不可想象 和死亡人士会有多少 所以 那这些情况 譬如在印度 或者去到阿尔及利亚 这些人口众多的国家 印尼 不是 一定会出现的 我觉得已经是 那里扯一扯 因为未出现 就算在这个中国 或者西方社会 所谓这个集体免疫到多少成 才有效果 实际未必是那么直线的 我觉得是一个方法 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中国已经传到不清楚了 这样好像 antibody 都是10%左右 所以未必 我觉得不是这样计算的 第二就是 即是 它未必有antibody 但是它的基因 是适应到这种病毒 染到都不死 除非病毒变种 即是antibody 基因会转的 antibody 越来越有antibody 不如是SARS antibody 只知道这个抗体 现在 照17年之后 找回那个出来 它说染体更有用 嗯 那 为什么 比如流行性感冒 那个人 连续要打 因为 那个 那个 遗传经 整天都变了 但是这种不太变 所以 不是这样计算的 第二 就是 很多时候是靠这个 公共卫生 那个 那个 那个习惯 改变了 怕了 全都知道了 我只是提出 就是 未必有第二波 这个 不是必然的 可能有 不是必然 当然不是必然 但是如果 第二波 成立 成立 中国 可能 立即再爆 即是 立即再爆 如果第二波 因为它不让人来 现在 如果你恢复交往 它里面 还有不少 你真是 但是你第二个问题 是说西方 西方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是的 英国追得很紧 一直追着这个 这个美国 美国 这个一万人 已经死了 嗯 那么 这个 那个 确诊的 都整三十多万 最重要是看这个 死亡 死亡 美国死亡不算高 是 两三个percent 左右 不是很高 但是 看这个死亡 那个人数 还是最重要 它都是向上升 如果看 像纽约那些医疗系统 已经是有负荷 不是 它还没发布 没发布 但是也有很多医疗人员 出来吵 没有那些 没发布 个人保护医物 重点 重点 比中国那些好很多 但是 这个 Nework Times 那些有这个 画这个图表 嗯 他们实际 那些还一直向上升 因为美国现在是 纽约 就可能见顶 没有啊 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城市 没有啊 没有见顶 全部一直向上升 还没见顶 但是他说最坏的时刻 很快会出现 对啊 对啊 但是有些城市还未开始 哦 未开始 中部那些 不会开始的 人已经这么少 没有事了 中部那些 不会有事 每个州有事 但是现在已经够 够厉害了 但是你几个大城市 纽约 华盛顿 三藩市 譬如芝加哥 人口都不少的 三藩市 好像死亡率 都算是低一点 Nework很厉害 嗯 这样 如果你看回 Nework Times 有个图表 就是 中国那个trend 发展的trend 一上升 立即跌下来 我想全世界都不会 发展这个trend 反而这个trend 是这个 这个意大利 意大利和西班牙模式 就是一直上去 会有一个 平顶 意大利还在平顶 平顶 平顶 就是说最高峰 一定每天死亡 最高峰 连续 整两个星期都死亡 不少 意大利的平顶 大概都十天 都十天 这样 这个美国还没有上去平顶 上去如果是西方模式 上去如果有十天平顶 我相信死都死了 我自己估计 死也好 都是整个社会的一个小部分 但是对西方的经济造成的破坏 可能会很大 全世界经济的破坏 反而我觉得对一个国家来说 可能死亡的人数 他未必最重要 最重要反而是 这个打倒了医疗系统 打倒了医疗系统 等于打倒了社会制度 我想他最关心的是这个 在意大利这么严重来说 都是一半的ICU的病房 是给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那些病人用了 这样你不要忘记 甚至是很多其他的病 都不断地死 平时的 都要ICU的 病床本身已经不太够了 大部分的地方 意大利其实是属于医疗的制度 才好 是很好的 还有很有钱 人类来说 很多的病都需要急救 这个实际不少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死了的那些 其实不是新冠病毒 分分钟又是新冠病毒 压了那些医疗设备 不可以这么说 但是那些我们没有了数字 好像忘记了那部分 实际上是一个盲点 然后看看这个 因为现在西方似乎 比中国更伤害 如果只是看数字 还是经济 因为我在内地 都有三十多个城市有业务 在三月就已经陆续 就是农历年后 它是陆续恢复生产 农历年后 农历年后 就是二月头就开始陆续恢复 二月头就开始恢复生产 是啊 逐一点逐一点恢复 到三月头 三月头是什么 三月头就开始恢复 四月就基本上完全恢复了 我们的月绩 其实三月比二月 是翻了四倍 应该叫做多了四倍 翻了两倍 到了平常了吗 没有 你跟去年那个业务比较 是多少 是去年业务的六成 同一月份 OK 一个月大概六成都不错 都不错了 都不错了 我们都降低了成本 都不错了 都叫做恢复得快 其实我在说 那些人数 永远都是debate 你死了多少 大陆的数据是否真还是假 其实有一个 比较科学的方法 看看究竟是否死了多少人 就是你过了一年 你看看明年的三月 你跟今年的一到三月比 然后比起过去的平均数 平均数 你比十年 譬如每一年这两个月 都是死2000人 突然间 譬如2020年 死了1万人 是死亡数字 是的 那你平均数据 你就大概知道 你这个数据 是不是真的 这个就是最小 不过我相信 这件事永远都不会知道 知道你是国家秘密 不过你信不信大陆 现在已经阻止了 它阻止了 但是死亡数字 三千多人 完全不可信 真的很远 这个美国是1万 你还要说意大利 德国那些 不是意大利 那些这么高 所以我一定不止这么少 不过已经不重要了 不过四月四中 也未必是很高 因为我也有四五万人 在大陆工作 按照比例 我的员工里面 都要中招 有多少人 但是我自己听回来 中招的不太多 我也有武汉 你武汉中了多少 武汉未了解 因为刚刚这两天才开始复工 但是我们看回意大利的数据 因为柳叶刀 雜誌有一份关于意大利的数据 3月31日 他死了700多 800人 这个全部都是老人 是的 是这个65岁 由60岁开始 65岁之后的 是97% 所以这个是偏在老人那方面的 还有英国也出了这个 刚刚我拿了一份 这个 关于这个 急症治疗室 他的报告 他那份报告就是 这个 这个 女性 和男性 这个 急症治疗室 应该 和死亡有关 这样 女性 著租很多 大概1比3 至1比4 就是难的 死亡 重症多 多很多 但是进去之后 死亡率差不多 死亡率差不多 但是他人少 他知道感染 感染少了很多 OK 整体死亡率是低的 是低的 不过进了ICU之后 就差不多了 这样就是 这个 这个 关于这个 呼吸机 呼吸机那里 就是现在 英国的首相 Boris Johnson Boris Johnson 都在用 他不需要用呼吸机 不需要 这个很重要 他进了ICU 进了ICU 但是如果要看数字 他那个Case是很重要的 OK 好 我们第一集讲这么多 下一集你要讲一下 接着来 疫情过后 我们整个国际的形势 会是一个什么的转变 或者会不会转变 我们下一集再谈